大家好,歡迎收看文輝球史古節目 有亞洲第一中風美譽的鍾楚慧 日前因為肺癌病逝,享年76歲,實在令人惋惜 今集再和大家一齊懷念一下 這位香港球壇近代最佳華人中風的足球生涯 作為向他致敬吧 鍾楚慧是文輝的童年偶像 我小時候跟爸爸去花開球場看球 就經常聽到資深球迷說 多年香港球壇有三大華人中風 張家平腳發出色 尹志強頭材了得 鍾楚慧就兩樣都這麼好 鍾楚慧身材高大灰霧 天生就是一副中風好材料 可以說是頭頂腳踢,樣樣戒正 踢法非常全面 而且他報帶力控,能夠憑一人之力突破推進 往往使不少後衛吃盡苦頭 名副其實是一位全能中風 1947年出生的鍾楚慧 小時候在柴灣長大 和一班朋友組成柴灣少年足球隊 踢遍柴灣無敵手 十六歲那一年,媽媽透過朋友介紹 在南華體育會 包括找到一份場地管理工作 他每天都會提早回去 和南華預備組球員 沿權益、郭港鴻等猜拳 並且從中透視 1965年,經理一位南華預備組球員 鄭潤如搭路 由黃文光推薦給劉浪班主不得來 連近18歲的鍾楚慧 就在劉浪展到他的球員生涯 最初,在青年盃上陣 為劉浪贏得青年盃冠軍 季尾被提升上甲組 我派上陣三場 到了第二季 協助劉浪贏得七人青年盃冠軍 還入選亞青盃 在甲組雖然只是聯賽 對漁員後備上陣一場 但卻取得他足球生涯 第一個甲組入球 到了第三季 中楚慧上陣機會大增 總共上陣22場 四入兩個入球 不得來決定加他三倍工資 但他在1968年夏天 做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決定 轉會重新加入炳組的漁員 原來是門將盧德權 游說中楚慧加盟漁員 當年劉德權跟他說 說他還是很年輕 射術還需要磨練 而漁員的陣容 在炳組大超棒 一定會有很多射門機會 加上漁員出工 比流浪還高 他就落炳組 幫漁員踢勝班戰 當時漁員已經有陳忠踢中鋒 中楚慧就改踢右扶鋒 教練劉添嫌中楚慧 但是跳頂時間不夠準 於是叫他每天練球之前 提早一個中度長 單對單 斬球給他練習頂頭鋒 兩年間 令他的頭鋒帶有進步 漁員1970年成功重返甲組 改由花拳獸腿 朱永強做教練 朱永強向中楚慧傳授腳下功夫 教會他扭球和假動作 令他逐漸成為頭頂腳踢 都這麼出色的全能中鋒 後來將此代 1972年都加盟漁員 代後擔任進攻中場 有阿鄉的傳送鋪橋踏路 加上發役劉榮業 令中楚慧更加如魚得水 入球數字進一步上升 協助漁員 贏得76年總督杯 和78年高級組銀牌冠軍 香港隊方面 1971年5月22日 國際賽地標戰隊印尼 他就射入一球 1974年為香港隊獲得馬特卡杯貴軍 還贏得護號杯港星浮制賽冠軍 1975年亞洲杯外圍賽 和北韓激現120分鐘 中楚慧都是香港隊主力 講到國際賽生涯代表作 當然是1977年 世界杯外圍賽小組賽決賽對新加坡 憑著他載路發爛 助攻被劉榮業射入 在下一比零擊敗新加坡 首次晉身亞洲區最後五強賽 轟動全港 反港時 是啟得機場受到英雄式呼應 1978年至79年度求貴 中楚慧擁著聯賽神社手 還入選香港足球明星選舉 最佳11人 正當時如日中天 何悉受到嚴重腳患困擾 專程去北京 接受治療三個月 都無法根治相患 唯有決定掛下 如願為表揚他對球會貢獻 在1981年4月27日 足中杯對南華 作為他的告別賽 令他成為香港第一位 將行告別賽的球星 賽後 兩對球員也對為他鼓掌 如願體育會 向他的班陣印有《無忘我會》 對金牌榴槤 退役後 中楚慧和尹志強、李國華 合資開酒吧 之後 又開始粵賽和日本料理 還晉身成為馬主 到了2003年 因為沙士疫情破產 2006年 中楚慧 應地區球隊和庫大埔邀請 擔任技術顧問 2009年 看著漁圓 在踢多一人的情況下 竟然慘吞大埔四彈 中楚慧 在城部專欄 標題痛心疾首 大陸漁圓球員 都變成了演員 暗示球隊打架球 由來當時 執掌球隊的抗曉明反擊 正為球圈業化 中楚慧 球頂腳踢都那麼出色 在香港將由史上 不可多得 踢回全面的中鋒 他在球場上的英知 令到資深球迷 永遠懷念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下次見 拜拜